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郭部長 部長 上午針對 我們客氣話就不說了 我們直接介入主題了 上午針對大學兼任教師的部分 我有給你肯定了 你願意競速 馬上要做 但是我對於你們這一次的修法 我必須要跟你說 我失望透頂 我再說一次 我失望透頂 特別是 你今天早上接受媒體採訪 竟然用時代力量在禮拜天要辦活動 當作理由 說週休二日是不可行 我對於你這樣子的回答 我非常失望 我按照你這樣的邏輯以後任何團體 禮拜天有需要辦活動 就代表了這個國家不可能週休二日 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一樣來盤點 休息日的概念 是不是這次修法創的 對吧 是 我騙查全國的勞工法規 把休息日進去裡 不會出現任何的法律 或者是行政命令 你們這麼倉促的 創了這個法律的概念 你們盤點過沒有 因為這個新的法律概念 配合的修法要有多少 除了你們之前已經承認 漏掉的39條之外 知不知道還要修多少法律 來配合這個新設的法律概念 盤點出來沒有 你們勞動部推出來的法案是這樣草率喔 法規不敢 沒有全面的檢視完畢以前 推出來被人家抨擊 然後才在說 請別的黨團來幫忙提案 除了39條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 還是沒有盤點完 沒有盤點完說沒有盤點完 請委員指教 你們自己回去盤點 你們自己回去盤點 等到法案送到委員會來的時候 我一定好好跟你們指教 這個圖 是你們勞動部上一次在立法院 做專案報告 我知道那時候你還是部長 你還不是部長 部長是前程部長 顯現出來的是什麼 台灣實質的行資水準 從1998年 4萬6 到2014年4萬5 這個數字不是我捏造出來的 是你們勞動部提供的 那經常性的薪資到3萬6 有很高的比例都是靠加班費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什麼事情 清楚的看得出來的是 過去十幾年台灣的GDP不斷的漲 但是實質薪資水準 大家說沒有漲 反而往後跌 在另外一方面 這也是你們的圖 這是台灣的平均工時 2135小時 跟日本 美國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英國 比起來 全部都高 所以台灣是薪資低 工時長的過勞之道 這個我相信你都知道 那這是為什麼 很久以前 大家就開始說 一定要週休二日 一定要週休二日 工資是一個問題 工資我上次跟勞動部隊的時候 你已經答應過我了 今年年底以前 基本工資法 最低工資法要提出來 超愛吃 對 好 那 我們拭目以待 時代力量倒台的版本已經提出來 我希望你提的比我更好 只要是對勞工有幫助的 我都不堅持用誰的版本 最後過的法律能夠保護勞工啊 最重要 這是你前任的部長 他在卸任以前 他怎麼說 他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反對恢復七天假 社會抨擊 然後那個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 大多數的同仁也抨擊他 他那個時候態度之傲慢 我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他還講了第二件事情 他說未來可以修法 就每週有一天立假 再加一天休息日 就可以落實週休二日啊 所以你們一個立假 一個週休二日 是消歸草水 從陳雄文那邊學來的是不是 是不是 那時候我們的這個 幕僚單位就已經在規劃了 沒有啦 當然啦 現在很多中國國民黨的委員 突然跑出來捍衛週休二日 我個人是覺得很荒謬啦 前幾個月他們在幹嘛 前幾個月在幹嘛 先交代清楚嘛 那當然現在願意悔改 想要捍衛勞工的權益 即時加入也可以啦 但是前面在幹嘛要交代清楚嘛 要不然就會讓人家感覺到什麼 換位子換腦袋 在做政治鬥爭嘛 根本就不是真的要為捍衛勞工的權益嘛 那為什麼之前這些事情很重要 2014年過勞指導這個書出來以後 來我來盤點 4月23號 一堆立法委員提案 每週兩例假 10月1號 又有一堆立法委員提案 每週兩例假 10月15號 還有一堆立法委員提案 每週兩例假 那這些曾經提案過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公報裡面都有資料 我們未來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我再好好解釋一下 他們是不是覺得到2016年的時候 台灣的整個勞工權利狀態突然變好 那2014年支持兩例假到現在 變成一例假一休息日 他們可以接受 這個是蔡英文總統的政見 我非常支持她的政見 我也希望在國會裡面 跟她一起奮鬥 把這些重要的全部都落實 這個是你前面的說指 你自己說了什麼 我相信很清楚 來 一例一休 把公時 挪到禮拜六 稍微調整一下 算出來是什麼 在網路上非常多了啦 各式各樣的試算表 公時沒有實際的縮減 薪資還是沒增加 這是一個例子 這是第二個例子 來 勞動部 針對這個狀況 你們現在有什麼對策 我們現在休息日是提高這個 加班所得 對啊 我知道嘛 那你 你現在 來 底薪 兩萬 獎金金接三天 加班費三千 實例兩萬六 那現在是你們的一例一休啊 算出來我還是什麼 我還是兩萬六 完全符合什麼 完全符合你們一例一休 新法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啊 你要怎麼處理嘛 你的想像就很簡單嘛 就是雇主其他的東西 他都不會調嘛 然後禮拜六 你還上班的時候 還老老實實的什麼 按照你現在1.33 1.66 然後算加班費給你 那因此勞工多工作薪水就會增加 現在這是你們的縮值嘛 用倚架制量嘛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現實的狀況是你這樣子搞 搞了半天以後什麼 薪水不會增加 工時也不會減少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今天 你要揹這個政策 沒有關係啊 這些都是會留下歷史紀錄的 我們最前面講的兩個圖 工時也好薪資也好 那未來什麼 未來我們一定會檢驗你最後這個政策 實際的薪水是不是有提升嘛 如果工時沒有減少 實際的薪水也沒有增加 那你這修法不是在騙人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沒有接受 這就是在騙人嘛 這個你們想到對案了嗎 你如果沒有想到對案 你憑什麼可以面對全國勞工 跟他們講 這樣子修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現在這種政人啟示非常的多 月希英3萬2修4天 2萬7修8天 他裡面的戲目可以調到什麼 調到完全符合你們現在法定的規定 即使是新法也一樣 舊法也是這樣 新法也是這樣 你到底改了什麼啊 你真的落實週休二日了嗎 還是只是透過法律技術上面的設計 在糊弄大家 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憤怒 這就是理由 我希望勞動部回去再想一想 那或許這不是 你是部長 上面可能有更高的意識 要採取這樣的政策 當然最後過的法律是什麼 立法院通過法律 立法院負責 我們到委員會審議這個法案的時候 再進一步好好討論 謝謝 謝謝黃國昌委員 接下來是黃秀芳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是不是請部長 郭部長 黃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在你們行政院版的一立一休出來之後 這個版本出來之後 其實地方已經有一些因應的對策